好 现在七点钟了 我们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课程内容 上来我们先讲第十二章有关于货币资金的审计 那在这一章里面其实两个内容最重要 一个是针对于库存现金的键盘 另外一个是针对于银行存款的时日性程序 现在提到这两个内容的时候 大家脑海里有没有知识点呀 提完之后你是脑子里有一些相关的程序 还是大脑一片空白 是不是有些人大脑还是一片空白呢 那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梳理梳理 然后同时告诉大家针对于这两个主要内容 我们的学习技巧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核心考点一 叫做我们货币资金的内控 这里面主要强调的是出纳跟会计的问题 之前有一个口诀对吧 叫什么会计间出纳不拿白不拿 两者之间必须职责分离 那我提一个问题我看大家知不知道 针对于出纳它能够编制的两个文件分别是什么 就是咱们的出纳呀 能且只能编制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叫什么呀 第一个叫做库存现金日记账 第二个呢 叫做银行存款日记账 非常好 我看大家都写出来了 你这两个文件要记住啊 这两个文件像什么呀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所谓的出纳跟咱们那个库管刘大爷 他们的这个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其实非常相似 只不过一个经手的是存货 对吧存货的出根入吗 那是库管 还有一个呢是出纳这不钱的出根入吗 所以他们俩在工作内容和形式上其实是很相似的 而我们的出纳编制的这个库存现金日记账和这个银行存款日记账 就比较像仓库的那个存货的台账 基本就是这个内容 那除此之外会计别的东西都不能干 那都是会计干的 那针对于具体的流程办理 什么支付的申请啊 支付的审批啊 支付的复合啊 支付的这个具体的办理支付啊 这件事情大家简单看看就行了 涉及到了什么报销 后面还有什么印章管理 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就行了 里面的核心关键点也不太多 对吧 那我们直接来看看题目 说我们的注册快师在对于被审单位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 发现存在未经授权人员接触现金的一个情况 现金怕什么呀 是不是现金跟黄金一样都怕丢啊 那我问问大家 现金这个东西既然怕丢 那是哪个人认定容易出现错报啊 是不是存在认定啊 有很多同学这个地方他撞不过弯来 他老觉得这个钱如果丢了的话 他不全对不对 他老觉得是完整性认定 那这个地方他到底错在哪啊 你要记住了 前面我强调了很多遍 咱们所有的认定都是针对谁的 是不是针对于记录的 你看这有记录 同时呢还有证据 所谓的证据不就实物吗 对吧 实物就是一种证据啊 那这里面的证据是什么 这里面证据不就钱吗 而记录呢 就是我们账面记录的库存现金吧 那我问你 比如说我账面上记了100万 实际上你们理解的是对的 钱丢了吗 钱不全 那钱剩多少了 比如没了 这种情况下是哪个认定存在错报啊 是不是明显是这100万他不存在了呀 这不存在认定存在错报吗 你说的不完整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是证据 所有的认定没有针对于证据的 咱们所有的认定都是针对记录的 你搞清楚这个点你就能区分开了 没问题了吧 一定要搞清楚 咱们所有的认定都是针对于记录的 是记录它不存在了 不是说它不完整 而是证据不完整 OK了啊 那这要题选什么呀 在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时 应将货币资金的存在认定 作为我们重研的审计领域 结合这个例子应该搞清楚了 非常好啊 12.6 说夏立歌想中 出纳人员不得从事的工作有 选项A 说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出纳只能编两个文件 一个是库存现金日记账 一个是银行存款日记账 选项B 说会计档案的保管 A跟B都是会计干的 对吧 选项C呢 债权债务的账目登记 这都是会计干的 ABC全是会计从事的工作 4D呢 登记我们的库存现金日记账 这个出纳能干 那不得从事的是ABC 非常好 是不是你记准了 出纳能编制的文件 那剩下都是谁编的 这就是会计编的吗 12.7 说被审计单位下列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中存在缺陷的有 选项A说对于我们审批人员超越授权范围审批的货币资金业务 经办人员他先行办理后 需要及时向我们的审批人的上级授权部门进行报告 这不先斩后奏吗 这明显是错的 对不对 这明明是一个预防性的控制 你要先授权审批 然后再去做企业的货币资金的办理 这叫业务 对吧 这不是一个预防性控制吗 你把它生生变成一个检查性控制 这肯定存在缺陷 选项B叫不迁发取得和我们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我们债权债务的票据 这个实物过程当中叫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 可以记一下 实物里面有用 这叫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 这东西不能开 啥意思呀 你们都贷款买过房吧 你必须要确认你是买房这件事情 银行才会放贷 而且银行放贷的时候 他不会把那个贷款直接发给你 他发给谁啊 发给那个卖方 是不是这道理啊 做交易也是一样的 银行要想开相关的一个票据 你必须得有真实的交易背景 你得是买货才行 你不能说我把钱带出来了之后去炒股 那这就叫无真实交易背景 你必须得有真实交易背景 他才能开相关的票据 对吧 所以选项B的时候是对的 人说不签罚 对吧 小C说出纳人员应当根据复合无误的支付申请 按规定办理货币资金的支付手续 及时登记库存现金和我们的银行存款日记账 小C对不对啊 复合无误之后 然后去登记了 他唯一能编的两个文件 一个是库存现金日记账 一个是银行存款日记账 小C说出纳人员支付了货币资金之后 应当及时去登记我们的应付账款明记账 这不属于他能写的文件对吧 这属于快递应该编织的文件 所以照题存在缺陷的应该是A跟4D是吧 核心考铁叫尖盘库存现金 这个地方我给你一种学习方法 叫什么类比法 类比谁啊 你去跟我们的存货尖盘去类比 我告诉你其实都是一回事 只不过一个对象是钱 一个对象是什么 是货对吧 你重点记那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剩下不都一样吗 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一个概述 是不是既可以用于控制测试 也可以用于实质性程序啊 同时注册快失 也可以利用职业判断 仅实实质性程序吧 是不是跟咱们学习的 没什么区别啊 这一样的就不用看了 是不是 第二个尖盘的范围 这个地方不一样了 我们说企业去盘点 我们的库存现金 通常应当包括 对已收到但未存入银行的现金啊 零用钱呀 找换金等进行盘点 那监盘的范围一般包括 被水平单位各部门 经管的所有现金 存货内里是这么说的吗 不是 存货内是怎么说的 我们可以从被水平单位处 获取一份存货的存放地点清单 并根据我们的重要性 和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选取地点进行键盘 是不是有差异呀 这是所有 而那个呢 是选取一些地点 选取部分 对吧 但如果说你针对于所有的 存货存放地点 进行了一个键盘 可以提高我们审计程序的 不可遇间行 是不是 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 不是区分开了吗 第三个键盘的人员 这个跟我们的那个 存货的键盘 是不是也一样啊 存货键盘涉及到几个人 你告诉我 存货键盘涉及到三个人 亲自盘点的那个叫什么 叫刘大爷 叫库管 对吧 盘点的那个人叫库管 被水平单位自身 他监督盘点的人 记住啊 那不叫监盘 叫监督盘点的人 那个是谁 是不是成本会计啊 你看我写上这叫监督 叫成本会计 然后监盘的是谁 监盘的是主管啊 一曲同工之妙 针对于我们的库存现金的监盘 盘点的是谁 出纳等类似职务的人员 是不是 监督盘点的是谁啊 这件事钱非常重要 监督盘点的人是会计的主管 给要人家老大来 就不能只是成本会计了 而监盘的呢 还是主管 是不是对比学习法就行了 你把它俩类比一下 这不就记住了吗 监盘的时间 这个需要重点去备 简答题容易考 首先第一个叫突击性的检查 主关题的时候 你别再用什么 那个什么不可预见性这件事情了 那不可预见性这个关键词属于片汤化 人家这有专门的形容 我们具体键盘时间的一个内容 叫什么 叫突击性检查 那你针对于库存现金的键盘 你就说突击性检查就行了 别再写不可预见性了 时间上这个必须备 上午上班前和下午下班时 同时呢 如果被审计单位 它的库存现金存在在两处 或者两处以上呢 应当同时进行键盘 我问你这个地方 如果写同一天对不对 同一天可不可以 告诉我 如果存放在多个地点 我同一天实施键盘行不行 不行啊 我上午一个地点 下午我去另一个地点的时候 人被审计单位把那个钱给我挪过去了 所以必须是同时 同一天是错的 但如果说同一天 对于所有的存放 存货的存放地点 那我实施键盘可不可以 那个是可以的 增强了我们审计程序的 不可预见性 对吧 掌握好这个尺度 具体的键盘程序 来 很多同学这看不出来啊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存货键盘的程序是什么 回忆回忆 首先第一个 评价管理层盘 用于盘点的这个具体的指令和程序 还有呢 观察盘点的过程 还有检查存货 另外最后一个呢 执行抽盘 而且是双向抽盘 对吧 能不能类比一下 你看看啊 第一个 叫检查库存现金日记账 并同时与我们的现金收复凭证相核对 这个像不像抽盘啊 不就是记录和证据之间的相互核对吗 第二个 检查备计单位的现金实存数 有检查存货吗 是不是 像不像 你检查具体的现金的实存数 不就是检查存货吗 第三个 由出纳人员盘点 注册快试编制库存现金 键盘表 这叫什么呀 是不是观察盘点的过程啊 第四个 在非资产负债表日进行键盘时 应将我们的键盘金额 调制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日的金额 并对于变动实施的审计程序 这不令则日期的事吗 令则日期进行键盘 并对于间隔期间的变动 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对吗 这个四不是咱们背过的程序 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少一个什么呀 少一个评价程序和指令 是吧 那你对比的 你不就记下来了 你知道它少一个评价 我们相关盘点的这个 程序和指令 就完事了 剩下三个不都一样吗 是不是这道理 好不好记啊 这不是类比学习法吗 然后同时这个地方 记住了 考试的时候 别用令则日期 加上间隔期间 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将我们的 键盘金额调制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日的金额 这个重点记一下 类比学习法 你也别完全照抄 稍微的 有一个调整 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提醒给你 好吧 针对于存货键盘和 现金键盘的一个对比 前面我给大家列试过了 这就不多说了 我们做到题目吧 说下列歌响中 注册块是通常应当纳入 我们现金键盘范围的 有哪些呀 选项A财务部门的钱 对 选项B 行政部门的备用金 得纳入 选项C 业务部门的零用钱 这都是现金 是不是 选项4D 销售部门的找换金 不是ABCD吗 甭管是哪个部门的 只要是咱们的钱 都应当纳入我们的 监盘范围 非常好 合金4.3 对于银行账户 完整性执行 审计程序 这个地方 我就不一个一个 带你梳理了 我带你整体梳理一下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 针对于银行存款 相关的一个审计 最重要的几个文件 分别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一共有仨文件 这仨文件 你现在熟悉不熟悉 能说出来 这仨文件都什么呀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银行存款 审计就是三个文件的故事 哪三个文件 你这个需要跟我一起记 好 我看到有同学说出来了 叫银行存款日记账 银行存款日记账是谁编的 刚才我刚说 出纳唯一能编的那个东西 包括了银行存款日记账 对不对 针对于我们的被审计单位 它的出纳人员 会编制我们的银行存款日记账 是吧 你画上吧 画小人啊 写上 这叫银行存款 日记账 这啥万元啊 是我们对于被审计单位 自身银行存款的出和入 这不出纳吗 出和入进行的一个记录 是不是这道理啊 是被审计单位的记录 没毛病吧 那针对于同一件事情 银行是不是也得记录啊 那你在这边画上 有个银行 涉及到银行的具体人员 他也会记一个东西 叫什么啊 银行对账单吧 非常好啊 你们见过银行对账单吗 打开自己的网银APP啊 查一下你们自己的银行流水 银行记录上显示的 那个就是银行的对账单 他俩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只不过站在不同的角度 对吧 都是资金的出跟入 只不过一个是 被审计单位自身的角度 另外一个是呢 是我们被审计单位 对应的相应的业务银行 他的角度吧 那我问问大家 发生额跟余额的概念 你们都很清楚了 对吧 什么叫发生额啊 比如说 我这个月入了100块钱 又入了一个200块钱 然后吃早饭花了30块钱 最后月末剩多少钱啊 剩270 上面这个叫发生额 这不用给你解释了吧 底下这个叫余额 我问你一个问题 银行存款日记账里面 有发生额吗 问问大家 一个月吃30块钱早饭 不算贵啊 我问你 银行存款日记账里面 有没有发生额 有吧 有没有余额 是不是也有啊 跟着我思路走啊 又有发生额 又有余额 那长得跟我这个 就差不太多 对不对 那银行这边呢 银行这边 它也有发生额 也有余额 对不对 不知道这个东西的 自己打开银行的那个网银APP 去看一下你本月的银行卡的流水 那除此之外呢 还涉及到一个文件 叫什么 是不是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啊 就那个你们一直搞不明白的东西 那也是谁编的 那个也是被审计单位编的 但是是被审计单位的什么人啊 是被审计单位的会计编的 大家好 银行存款 余额调节表 那我问你啊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里面 有发生额还是余额呀 你告诉我 来 有没有发生额 有吗 人叫余额调节表 所以这里面只有余额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针对于银行存款的核心审计 要审计两个问题 第一个审发生额 第二个呢 要审余额 是不是这逻辑啊 那我问你啊 发生额里面涉及几个文件呀 发生额里面是不是只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银行存款日记账吧 另外一个是银行的对账单 那余额呢 三个文件里都有余额 那你不就是三个文件吗 就是银行存款的日记账 还有我们银行的对账单 以及银行存款的余额调节表 清晰了吗 你先把每个文件是什么 它的作用 还有我们要审计的目标搞清楚 我们审计其实有俩目标 发生额有没有问题 余额有没有问题 看发生额的时候就看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 看余额的时候呢 又得看我们的银行存款日记账 银行对账单 还有我们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但是你要记住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是指有差异的时候 余额有差异才会有这个问题 没有差异呢 就没这个问题 这能理解不 这能理解的话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对于发生额执行程序的话 只涉及到两个文件 叫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 你能想象到的审计程序是什么 来告诉我 咱先说发生额 咱们检查发生额 你能想象 反正你手里就两文件 一个是银行存款日记账 备审计程序的IPE 另外一个是外部的证据 叫银行对账单 你能干的就是双向核对吧 非常好啊 你不顺查逆查吗 你们都学过 那针对余额呢 余额也是一个道理 先针对于银行存款日记账 和我们的银行对账单双向核对 然后看看余额有没有差异 如果有差异 才会有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如果没差异呢 跟发生额没任何区别 这就做完了 我跟你说同学们 审计程序就这么简单 你要知道目标是什么 你要知道这几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就非常简单 我利用了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给你把这个解释了 我不怕耗费时间 你一定要清楚这几个文件 它背后的逻辑和内容是什么 OK了吗 能不能听明白 能听明白的扣1啊 能不能听明白 OK非常好清晰了啊 然后接着我带你梳理一下 你看看实际上本质 它就是做的这个工作啊 没有任何形式的区别 那我们来看看 核心考点三 叫对于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执行审计程序 我问你啊 对于银行存款来说 银行账户是什么 是不是存放地点清单啊 来 银行存款放在哪 我们用类比学习法 存货键盘里咋说的 获取一份存货的存放地点清单 那叫可以 那银行账户是啥呀 银行账户不就是 银行存款的存放地点吗 我们针对于 贝市银单位提供的 存货的存放地点清单 它的完整性 要执行审计程序吧 那这个地方 对于银行账户 执行完整性的 神积程序有问题吗 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啊 那么来看看 这个需要背对吧 如果说我们对于 贝市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存有一律的话 注册快师应当做的 这里面有几个核心关注点 注意一下 首先第一个 注册快师得亲自去 可以在什么 贝市银行账户人员的陪董下 去哪啊 中国人民银行 或者是基本账户的开户号 打印什么呀 已开列银行结算账户清单 结束了吗 没结束 别忘了 还要观察我们 银行办事人员打印的过程 这四个点啊 一定要背下来 第二个 简单看 吉他 结合我们其他的一些细节测试 这就是什么 这叫十八般五义 为什么要用十八般五义啊 因为查的是完整性 难查对吗 前面我跟你讲过了 是完整性吗 完整性在实误过程中 非常的困难 所以你要从各方各面去寻找蛛丝马迹 叫其他的细节测试 有个印象就行了 作为一道题目 下列有关于银行存款的事实性程序的说法里面 正确的有 选项A说如果被审计单位 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存有疑虑 注册块 是应当取得管理层提供的 已开列银行结算账户清单 不行啊 我们要在被审计单位的陪同下 或者你项目组自己去 这都行 前提是什么 最重要的核心是你要去 注快要去 甭管他陪不陪同 但是管理层提供这就不行 选项B说如果对于被审计单位 银行对账单 这是外部的证据 对吧 它的真实性存有疑虑 那么注册块师可以在被审计单位的协助下 亲自到我们的银行 或取银行对账单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选项C说我们的注册块师 实施我们的银行行证实 应当以快师事务所的名义 向银行发函 你要想想这个实物背景 人银行知道你是谁吗 你都没在人家开过账户 人知道你这快师事务所来干嘛的吗 不行 要以被审计单位的名义 对吧 因为只有被审计单位和银行之间 才有业务关系 所以他不能以注快的名义 想要四弟 说我们的注册块师 可以取得并检查银行的对账单 和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去证实啥呀 银行存款的一个是否存在 它的存在认定 针对于银行对账单 这是一个明显的外部证据吧 针对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我说了有差异它就有 没差异呢 它就没有 那核心重点强调的是 你要检查一下银行的对账单 这是一个外部的证据 可以检查相关的银行存款是否存在 为什么呀 因为银行对账单里面有什么 有余额对吗 这是外部第三方的一个证据 同时呢 如果涉及到差异 你可能要调节一下 利用这个余额调节表 所以这个4D的说法也是正确的 那这要题正确的应该是B跟D吧 核心考点4 来 这是查什么呢 检查银行存款账户的发生额 我刚才怎么讲的 是不是银行存款的日记账 和谁呀 和我们的对账单 干嘛呀 顺逆查吧 两个文件做双向的核对 你看看后面乌洋洋 啰啰嗦嗦的写了这么多 看看是不是啊 首先第一个 结合我们银行账户的性质 分析不同账户 发生我们银行存款 日记账漏记银行交易的可能性 获取相关账户相关期间的 全部银行对账单 这么长一句 只有一个重要 什么重要 要获取银行对账单 这不外部的证据吗 外部的证据你得获取吧 那那个日记账呢 那不用获取 那被审计单位他自己就有 这是第一步 这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你先把材料准备好了 然后前面又开始给你胡宗 说利用我们数据分析等技术 对于我们 我们对比银行对账单上的收付款流水 与我们被审计单位 银行存款日记账的收付信息是否一致 最重要的话在哪呢 叫对银行对账单 及被审计单位银行存款日记账进行双向核对吧 对账单和日记账 是不过前面说的那个核心逻辑 然后底下乌洋洋又一大堆 我问你底下在干嘛 来告诉我 注册快师通常可以考虑选择以下的银行账户进行核对 我们可以考虑两方面的内容去选择我们存货的存放地点 重要性和重大错保风险的评估结果吧 基本货 鱼额较大的 发生额较大的 收付频繁的 知道什么啊 根据重要性来说 它重不重要啊 它重要啊 是不是上来这些是考虑了重要性啊 这个第一个吗 后面呢 发生额较大 但是鱼额较小 但是它发生额大 同时呢 领余额 本期注销的 还有呢 募集资金专户 这些是不是都风险比较大呀 跟咱们学习的存货键盘 选取地点有错 有什么区别吗 没区别啊 是不是类比学习法很好用啊 底下在干嘛呀 在选银行账户呢 在选具体的地点呢 是不是利用重要性跟重大错保风险的评估结果 选出存货存放地点 我们哪去键盘啊 选出我们的银行账户 哪去核对呀 一个道理吧 最后第三个又开始说 叫对于我们的对账单 以及银行存款的日记账 进行一个双向核对 记 什么叫记呀 就是给你解释一遍 底还用看吗 不用看了 就是给你解释什么叫做双向核对 所以说这三段话 说了很多 但本质上是什么呀 就这个 日记账和对账单的双向核对 就这么点知识 是不是简单 明白了吗 就你要把书读薄 对吧 之前准则给你说的很厚 说的那种很多 是让你了解 让你学习 但是你现在要考试了 你要得把书过读薄了 三段话 其实总结出就这一张图 就是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双向核对 结束了 OK哈 So easy 对不对 核心考虑五 对于银行对账单和我们的银行余额调节表进行一个检查 这是在查什么呀 是不是查余额呀 查余额跟查发生额有什么区别 它多一个步骤 本质上还是我们的日记账 就背省单位出纳编的那个玩意儿 和银行给的这个对账单 两者之间进行一个双向的核对 核对什么呀 对余额 如果你对出差异了 余额上有差异 如果有差异 你再去检查银行存款的余额调节表 这不撒文件就齐了吗 它就多底下这一步走 简单吗 你不信咱们来看看后面说是不是这个内容 第一个取得并检查银行对账单 就把外部的那个证据拿过来 是不是跟前面一样啊 取得背省单位加盖银行印章的银行对账单 注册快师应对我们的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 这个地方没有用完整性对吧 这里面的真实性我告诉大家 真准完都包括了 这个真实性是中文的真实性 去保持警惕 必要时亲自去银行获取银行对账单 并对于获取过程保持控制 此外注册快师还可以去观察 背省议单位去登录什么我们的网银具体的操作过程 核对一下那网银是不是真的啊 这个就很简单 实际上本质说什么呀 你要对于这个真实性保持警觉 还是什么就说获取并检查银行对账单呗 看第二个啊 将获取的银行对账单余额对吧 与我们日记账的余额进行双向核对 这不是本质吗 如果存在差异啊 没差异这事就了了 就跟我们查发生额没区别 如果有差异 你再去找这个银行存款的余额调节表 核心的步骤就结束了 就是这一根二 三说的是什么呀 三说的是同学们说的刚才提到的那个 就如果说本身我们知道 银行对账单是一个外部的证据吧 然后准则又要求我们对于银行进行一个含证 对吧 这也是外部的证据 你两个外部的证据多个心眼 核对一下就结束了 但它不是什么 不是本质的主要程序 这叫什么叫tips啊 合一合啊 反正都是外部来的 都是同一个银行来的 说的又是一件事 那你含证的那个余额和你的银行对账单 最后调节完的那个余额到底是不是一样了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最重要的需要大家背的 就是我们怎么去检查我们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几个事啊 告诉大家实际上应该有四件事啊 哪四件事啊 针对于这个卫达账项啊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卫达账项有两件事 叫什么 谁卫达查谁 或者你说谁卫做查谁 核心就看后面这半句 是银未收银未付 那怎么办呀 那你去看气候 银行对账单吧 我不是说了吗 银行对账单是银行的文件 所以你气候去看他 他的对账单 他未收未付是指在12月31号这一天未收未付 但是他应该在比如来年的1月3号这一天去做这个收个负 这是正常的 所以你要在气候去检查银行的相关文件 那如果是企业没做呢 企业没收企业没付 那你就查企业呗 检查相关的收付款项的金额和内容 以及是否存在及时错报 检查一下他的那个日记账 或者你说检查一下他的记账凭证 这都可以 谁卫做查谁 这几件事了 这两件事啊 这是两件事 还有两件事得背 第三件事了 关注长期未达账项啊 检查是否存在挪用资金的一个情况 第四件事 关注什么 关注具体的支付类的异常项目 你记住就行了 一共未达账项两件事 然后呢 关注长期未达账项和支付异常的项目 具体内容 进入进阶的时候 为什么 大神已经给你讲过了 那我们来看看 做一道题目 说如果被审计单位某银行账户的银行对账单 来 这是外部的 或者你写上银行的 它的余额和我们银行存款日记账 这是被审计单位的 这是内部的 两者之间出现了不符 那最有效的 审计程序是 是什么呀 不给你画过图吗 日记账 对账单 有差异怎么办 他这说的不符 不就是有差异吗 去检查我们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明白了不 把这个图记下来 选什么呀 选A呗 选B 什么重新测试相关的内控 有用吗 没用啊 为达账项你查不出来啊 C跟D是什么 你告诉我 检查银行存款日记账中 记录的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日后的收复情况 我先问你C对不对 来告诉我C对不对 C是对的 但C是A的四分之一 对吧 我说了 针对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你要记四件事 为达账项两件事 分别是查备审计单位 查银行 还有呢 长期的为达账项 以及异常的支付项目 这C跟D呀 都是对的 但都是四分之一 所以最有效的是什么 是A这个同领性的程序 它是四分之四 明白了不 那我们看看C跟D说的 对不对啊 说检查银行存款日记账中 记录的资产负债表 日后相关的收复情况 这是谁没做 你告诉我 这是企业没做吧 叫企未收企未付 4D呢 说检查银行对账单中 记录的资产负债表 日后前后的一个收复情况 这说的是谁啊 说的是银行没做吧 银行为收未付 我才去查他的文件呢 OK了吗 C跟D不是不对 C跟D是不全 A是最全的 所以找题选A OK了哈 12.3单选题 下列有关于注册快师 对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实施的审计程序中 不恰当的是 选项A了解 B评价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 编制和复合过程 了解被审计单位积极环境 这是风险评估 没啥问题啊 选项B说核对被审计单位 银行存款日记账 与对账单余额 是否调节一致 这是核心的主程序吧 选C说核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 银行对账单的余额 是否与银行的回函一致 那是那个小tips 对吧 两个外部的证据 你都合一合 看看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选4D说检查被审计单位已收 而银行未收 是谁没做 银行没做吧 它的大额款项 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日后 银行存款对账单 银行没做找谁啊 找他自己的文件啊 找银行的对账单 怎么会找日记账呢 如果企业没做 你去找日记账 如果银行没做呢 你去找对账单 那这小题不恰当的是次第 简单点了吗 有没有感觉 跟你一开始自己做题的时候 分析不一样了 你就想好了 谁对应什么文件 分别是干什么事的 核心逻辑都是顺逆查 只不过针对余额 你多一步 如果有差异的话 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几个事 四个事啊 12.4 说我们的注册快诗 在检查被审计单位 2020年1231 涉及到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时 发现的下列事项 其中有迹象表明 性质和范围不合理的事 我们来看看 选项A说银行已收 企业未收 为啥呢 说这个项目里啊 包含一下 20年1231到账的应收账款 被审计单位 尚未收到银行的收款通知 合理吗 就银行那边啊 他已经收了 12月31号这一天 银行这个钱他已经收了 所以银行作账了 发现了吗 对账单上有 这叫银行已收 但企业还没收到银行的通知呢 差一天对吧 未答嘛 我跟你讲 这个未答 就跟你们实物 现实过程当中 那个差一天是一个道理 你现在给你的亲戚朋友 转个100万 他不可能实时到账 大额的结构 有可能要次一日到账 这不是差一天吗 这不就未答吗 是不是 你这边可能已经做完账了 你自己记录上了 已经完成 但银行那边还没做呢 就这个道理吧 银行这边 现在已经收了相关的款项 但没通知被谁单位呢 被谁单位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没记录 那合理不合理 合理啊 想必说企业已经付了 企业这边没问题了 账已经做完了 那银行没付 为啥呀 说包含一项 被谁单位于1231提交的 转账支付申请 企业这边已经履行完流程 做完账了 然后向银行传达了这个申请 但银行那边还没来得及付呢 合不合理啊 合理啊 想C说企业已经收到了 但是银行没有收到 为啥呢 我们看看 说包含一下2020年1231收到的退货款 企业这边收到了 收到什么 收到了相关的支票 但是被谁单位 什么 被谁单位已将我们供应商提供的支票 提交给银行了 我们企业这边收到支票了 所以企业就做账了 但是我提交给银行之后呢 银行还没来得及处理呢 这不差一天吗 晚上夜里头人家解决了 所以银行那边还没收进来 所以也是合理的 四地 说银行已经付出去了 但是企业这边没来得及付 为啥呢 包含一下2020年11月份 支付的销售返利 未达账相一般都不会拖特别久 对吧 一般就差个一天两天了不起了 但是差一个月 首先你就要引起警觉 对吧 另外呢 我们看是为什么 他说包含一下2020年11月支付的销售返利 该笔付款已经经总经理的授权 但是由于经办人员未提供相关的单据 会计部门一直没有入账 啥意思呀 是我们的经办人员已经到了银行 银行那边呢 也已经付出去了 这要处理完了 但是呢 他没有什么 提供相关的单据给我们的会计部门去做账 那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 这小题 错误的应该是选项4D 是不是 结合着实物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 考点6 审计我们的定期存款 这个相对来说没有特别的复杂 重点是什么 看看他质押没质押 对不对 我就不用给你讲具体细节点了 这个应该你们马上自己就能反映出来 针对于没质押的 必须得提供原件 针对于已质押的 必须给我复印件 对不对 我只说了复印件这句话 对还是不对 听我的 针对于没有质押的 我只提供 注册坏是只需要相关的复印件结束了 对不对 不对 那他不对在哪 还应当给质押合同 首先这个地方就简单看吧 这个地方大家稍微浏览一下 其实核心的内容并不是特别多 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定期存款 占银行存款的比例较高 我们要关注商业合理性 是不是 同时让我们获取这个明细表 这叫什么 这叫记录 获取相关的记录 然后开始疯狂的检查 检查是否与账面金额保持一致 存款人是否是被审计单位 这个一般都考不太了 同时呢 监盘一下 监盘一下定期存款的凭据 但这里面重点关注 如果是没有质押的 必须要原件 为啥呀 针对于没有质押的 他给你复印一份吧 复印件给你 然后他把原件去质押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怪事不就没有获取充分实账的审计证据吗 但针对于已质押的 我先问问大家 针对于已质押的 为什么不能给原件 为什么 好好你们啊 你们知不知道啊 有没有学过这个经济法的同学 什么叫做质押呀 质押就是这个东西 你得给这个治权人 他才叫质押呢 就你手里头根本就没有原件 所以我没有办法要求 被审计单位提供原件 所以被审计单位只能给我复印件 但是不能只给复印件 还得给我们的质押合同 你要看看质押的信息和合同 能不能对得上 别说我说已质押 后面的这个合同乱七八糟一大堆 全都是不合法的 这也不行 然后呢 韩正 那这个简单看就行了 然后做分析 结合我们的财务费用和投资收益 针对于定期存款相关的利息 进行分析 事实性分析主逻辑 再来一遍 适用的认定 可靠的数据 准确的预期 可接受的差异 对吧 第八个 对于我们在报告期内 定期截转的我们的定期存款 资产不代表日后已经提取了 去检查核对相关的对付凭证 检查一下网银记录就行了 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核心关系点在这 原件跟负印件的问题 特别喜欢考 第五题 单选题 说下列审计程序中 通常不能为我们的定期存款 它的存在认定 这01的问题 有还是没有 对吧 提供可靠审计证据的是 选项A 说韩正 韩正是什么 同学们 韩正是特效药 对吧 特效药行不行啊 可以 没问题 选项B 说对于未质押的定期存款 看原件 没问题 针对于已质押的呢 只看负印件 这不行 还得有质押合同 选项4D 对于在我们的资产复制表日后 已到期的定期存款 检查对付的凭证 这个没什么毛病 那是要提错误的是 选项C吧 不能嘛 没问题了 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主观题 说我们的ABC快试事务所的A注快 负责审计16年的财务报表 有关于货币资金审计相关事项如下 2017年1月5号 我们的A注责快试 对于假公司的库存现金实施了尖盘 并与当日的现金日记档的余额去核对了一致 据此认可了我们年末的金额 这个对还是不对啊 来分析一下 17年的1月5日 A注册快试对于假公司的库存现金 去实施了尖盘 并与我们当日的现金日记上核对一致 那它错在哪啊 是不是调整啊 你看有人写间隔期间行吗 就不好啊 是令则日期嘛 它不是资产负债表日 那对于间隔期间的变动因 只是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这就不太好 是不是啊 人家有专门的语言你就别用片仓话 应当我们将我们在盘点日或者说在监盘日啊 相关的货币资金的金额调整至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日 是不是啊 针对于那个变动还要执行进一步的审计工作 对吧 这就是那个片仓话和专业术语之间的区别 人家有专业术语 人家有这个什么 我们调整的这个步骤你就别用间隔期间 虽然两者说的没什么区别一个意思 但是你要用更精准的话才能得分 但如果你要记不住了对吧 你要不行那你就写间隔期间 那符合逻辑的是吧 可能能得一点点分数 第二个说因对我们的假公司人民币结算账户的完整性存有一律 我们的A注册块是检查了管理层提供的以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结果满意 这就很简单了对吧 你要在备审单位的陪同下去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是基本账户的开户行 打印以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并且观察过程 是不是 第三个小题 说我们的A注册块是对于假公司存放于银行的银行存款 以及该银行往来的其他信息激发了循正函 考你什么呀 不是本章的知识考你含证呢 针对于银行我们含证的对象是什么呀 是存款借款 还有什么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信息 这你得备啊 他含的什么呀 他含了存款 然后呢其他信息他也含了 借款没含 你给他补上去完了呗 然后说收到什么银行的银行存款证明 其金额与假公司账面记录一致 A注册块是因为结果满意 你错了吗 你把这个借款给补进去 就满分 第四个内容 说我们的假公司利用我们的销售经理个人账户 去结算我们的货款 指派出纳去保管该账户的交易密码 我们的A注册块是检查了该账户的交易记录和相关条报表 获取了假公司管理层的书面声明 结果满意 那这都是正确错误的 首先第一个啊 书面声明不是一个出份适当的审议证据 但理论派喜欢看到这个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考点还有哪有问题 它一个被审理单位竟然用个人的银行账户去结算货款 首先这是一个内控缺陷 第二你能不能想到它可能和5B相关 就是80分的同学和100分的同学之间的区别 和60分同学啊 不是100分 60分同学这个应该能看到 对吧 管理层的书面声明不是充分 是让呢 审计证据 然后呢 你应该能看到这是一个内控缺陷 但是更高层次的同学应该能看到 或者考虑到利用个人账户去结算货款 有可能存在5B的风险 所以你把这三点要都打上去就满分 如果打两个点呢 看老师心情啊 第五个小题说 因假公司年末余额为零的社保专户 重大错保风险较低 那风险低 那我们的A注册会议师去核对了银行的对账单 未对该账户去实施罕证 这叫什么 罕证的豁免对吗 这是针对于银行的吧 银行豁免一加一 不重要 且风险低对吗 他这个地方说了几个 首先第一个风险低 他给你写在面上了 第二个呢 不重要 怎么体现为不重要 首先第一个 这个需要点实物知识 首先他余额为零 这也是能体现他不重要吧 第二个 你知不知道社保专户这个东西 是每家备计单位都得有的 你想想所有公司 是不是都得给员工上社保 社保专户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重要性就没有那么强 这是一个普通 不能再普通的账户了 他都要上社保 而且余额都是零了 他风险就比较低 这叫一加一都符合了 他很想扛你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一加一背后的例子 是不是 你就记住了 社保专户这个 被省单位所有的都有 所以这条题是正确的 没啥问题 可以不含证 第六个小题 说为测试银行账户交易入账的完整性 查什么 查六七的问题 全部全的问题 说我们的A注册块 是验证了银行对账单 相关的真实性 之后呢 从里面选取了样本 与我们的银行存款日记账进行了核对 他是从证据到哪啊 到记录吧 是不是从证据到记录啊 银行对账单这不外部的吗 选取了样本与银行存款日记账 这不是内部IPE吗 看看我们银行对账单 或者你说具体的真实的这些证据 他是不是完整的记录在了我们的日记账上 那验证相关银行账户交易入账的完整性 对还是不对啊 做法是恰当的啊 没毛病 是不是 是不是由证据到记录吗 这查完整性啊 你要背那个什么顺查逆查 这什么查啊 这不是顺查吗 顺查查完整性 没错吧 或者你自己按照我给你那举例的方式 去检查记忆 就是想看银行对账单上面的 这外部的信息里面 所有劣势的这些交易 有没有在我们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上 完整的进行记录 从而验证银行账户交易入账的完整性 这做法是恰当的啊 为啥不双向核对了 这个同学问的非常好 这查的是完整性 你要反过来呢 针对真实性 那你就得双向核对 是不是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一题 说甲公司总部和营业部军社有出纳部门 为顺利监盘库存现金 A注册块是在监盘的前一天 去通知甲公司主管会计人员 去做好键盘准备 我跟你讲啊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们一看到这一天 是吧 叫前一天嘛 他破坏了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对吧 直接就写上了还挺满意的 行不行我跟你啊 不能说不行 但这叫什么 这叫通用性的语言 这叫片汤话 对吧 但是人家在本章节里人告诉你了一个 平替或者是更具体的 叫什么 叫实施突击检查吧 那你就用人家更具体的呀 体现出来你会这个知识点呀 我们应当对于存货的监盘 实施 我们应当对于银行 库存现金的监盘实施突击检查 具体时间呢 上午上班前或者是下午下班时 第二题说假公司工作时间为每周日的上 每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 考虑到出纳人员的日常工作安排 对于总部和营业部 库存现金监盘的时间分别啊 这要提的坑在这 分别定在上午8点和下午点 有同学以为他考什么呀 考那个上午上班前和下午下班时 一对 8点确实在上午上班前 5点就是下午下班时 恰当 你就是什么 预判了人家的预判 其实呢 初提老师也预判了你的预判 是吧 他知道你想往这想 但实际上呢 考在什么 就要分别啊 如果说被审计单位 他的库存现金存放在不同的地点 我们应当同时对于所有的地点 实施键盘 是吧 所以这种题啊 就特别坑人 你说你是真不会吗 你不是真不会 你还知道这个知识点 但实际上呢 人家没把坑挖在这 第三个小题 说监盘时 由出纳人员与注册块时 共同参与 出纳人员将现金放入了保险柜 并将以办妥的现金收付手续 他的交易去登入我们的现金日记账 截出现金日记账的余额 你不觉得这个程序少个人吗 啊 针对于监盘 咱甭管是存货的监盘 还是库存现金的监盘 至少是吧 有三方人 咱不如说是三个人 他至少是三方 对吧 得有一个具体盘的 具体盘点的 要不是出纳 要不然那边呢 存货监盘是谁 是刘大爷 就库管 还有呢 你别忘了还要监督呢 被沈南外自己内控流程 你得有一个人监督相关人员的盘点啊 要不然是成本会计 那是存货的 要不然呢 是会计主管吧 是不是少个人呢 所以这要题错在这 是吧 第四个 说由于我们的A注快 当场盘点现金 然后并将我们的盘点金额 与库存现金 日记账余额进行核对 这能这能行吗 我们的A注快能去上手盘点吗 你都没见过钱是吧 可算去数数去了 不行啊 这个盘点必须由被沈南外的出纳人员进行盘点 注册快师不能进行盘点啊 第五个题 说由我们的A注快去编制我们的库存现金 监盘表 刚才我说了具体的流程 三人参与 那虽然说这个叫库存现金的监盘表 但是签字也得有几个人 三个人啊 三个人参与 三个人签字 在哪签字啊 在库存现金监盘表 别一看监盘以为只有注快签字 不对啊 都要进行签字 非常好 我们来看12题 第一个小问 说2015年的2月2日 我们的审计项目组要求 假公司管理层于次日 对于我们的库存现金进行盘点 那2月3日 我们的项目组在现场实施了 监盘 并将结果与我们的现金日记上 进行了核对 没有发现差异 是不是提前告诉人家了 破坏了审计程序的不可一见性 不够好啊 我们应当实施突击性的检查 人家有专业的术语 你就用专业的术语 是不是 第二个小题 说应对于假公司管理层提供的 银行账户清单 他的完整性 存在疑虑 那我们的审计项目组前往了中国人民银行 查询并打印了假公司 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 结果满意 他去没去啊 他去了 也说不对啊 必须得有人陪同 谁说必须得有人陪同 我说了只要住快去就行 你管 准则里虽然说是我们的项目组 在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那是怕你搞不定 如果我们项目组自己去 人家能搞定的话 行不行啊 可以的 这小题是正确的啊 亲自去就行啊 甭管是带着被审计单位 还是不带着被审计单位啊 第三个小题 说应对于假公司提供的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存在疑虑 这个地方的真实性啊 是真准完 咱们的那个准则里不也说的是真实性吗 就他既包括了真实准确 也包括了完整 你别老觉得好像这个真实性有问题 他没说完整性 他不是错在这啊 存有疑虑 那我们的审计项目组要求假公司管理层重新取得 你得亲自去啊 你还让人家再来一遍 你第一遍就有疑虑 第二遍你不还得有疑虑吗 那你应该亲自去银行 去打印相关的银行对账单 并观察打印的全过程 是不是 第四个小题 说我们的审计项目组 未对年末余额小于十万元的银行账户实施含证 既然你不含 那你记住 这叫银行豁免一加一 不重要且风险很低啊 把那个很字加上 说这些账户年末余额合计小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他想说你说什么 符合了其中的一个了 那我们的审计项目组 检查了银行的对账单元件 和我们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结果满意 他还差一个一呢 他不说呀 银行后面一加一 不重要且风险很低啊 因为相关银行账户的重大错报风险 你还要进行评估 第五个小题 说针对于年末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 企业已开支票银行尚未扣款的调节项 我们的审计项目组通过检查相关的支票存根和记账评证予以确认 那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了双方和他具体文件的问题 这要提问题在哪啊 说针对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 企业做了吗 企业已经开了 但是银行没做对吧 是不是企业已经做了 但银行未做吗 银行未做查什么呀 查对账单对吧 那他查的是对账单吗 他查的是支票的存根和记账评证 你要不知道支票的存根这没事 记账评证你总知道吧 这是谁的这是被审计单位的呀 错了吧 我们的审计项目组还应当对于 期后银行的对账单进行检查 非常好 现在你明白了这个关系啊 对应的文件 然后包括那个流程图 对吧 发生额怎么做 余额怎么做 你清晰了之后这种题目就非常简单了 那三个文件你也就熟悉了 是不是 第六个小题 说我们的审计项目组发现 X银行循证函上相关的印章与以前的印度不同 然后管理层开始疯狂的解释了 他说我们的管理层解释 X银行于2014年去变更了相关印章的样式 并且提供了我们银行的回单 他不仅解释还提供了 但这也是被审计单位自己提供的 项目组通过对比印章样式认可了 假官司管理层的一个解释 这个是不足的对吧 或者你说仅通过解释和获取被审计单位相关提供的文件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是一证据 我们的项目组还应当亲自跟银行进行核实 你得找个外部的东西吧 这全是内部的呀 要不然仅询问不足 要不然是被审计单位内部提供的信息 你得去找银行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简单是吧 不太复杂吧 13题再做一道题 说第一个内容 A注册快师 认为我们的库存现金 重大错报风险很低 因此没有测试 我们假公司财务主管每月末 去盘点库存现金的控制 人说风险低 然后没做什么没做控制测试 他只实施了实质性程序 可以不可以啊 必须要测内控吗 不是必须要测内控 只做实质性程序是可以的 你们可以选吗 综合性方案跟实质性方案 没毛病 第二个小题 对于我们的账面余额 与银行的对账单余额 存在差异的银行账户 A注册快师获取了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检查了啥呀 检查了调节表中的加计数是否正确 并检查了调节后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 是否与我们的对账单余额一致 据此认可了我们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这题考什么 考你 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补写吧 几件事啊 四件事 都查啥呀 他查了什么呀 他检查了 首先加计数他查了 但这个不属于必要的内容 对吧 他检查了调节后的银行存款的日记账的余额 和对账单的余额是否一致 还有什么呀 比如说 未达账相的问题 长期的未达账相对吧 他没查吧 还有啥没查呀 针对于异常的支付项目 他也没查 是不是这道理啊 所以考你什么 考你的补写啊 第三个小题 应对假公司管理层提供的银行对账单 它的真实性存在疑虑 这里面真实性就是真实准确完整 既怕它不真实 又怕它不准确 又怕它不完整 A注册快师在出纳陪同下 前往我们的银行获取银行对账单 有人陪同 但是他亲自去了 这个没毛病 说在我们的银行柜台人员打印具体的对账单时 注册快师应当观察这个打印的过程 他干什么去了 他去其他部门实施银行含证了 那这做法错的 我们应当去观察银行柜员打印对账单的过程 当然你说对于全过程保持控制 前提你得把这句话给我打出来 别都说偏偿话 是吧 第四个小题 说假公司有一笔2015年10月份 存入的期限两年的大额定期存款 首先他金额比较重大 那A注册快师在2015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里面检查了开户证实书的原件 并实施了含证 结果满意 他去年做了工作 是吧 2015年做了工作 因此没有在2016年去实施审计程序 怎么大家还记得吗 针对这种题目 是不是套路 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我们应当对于所有重大的交易账户 预和披露去实施 实施性程序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 如果你利用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 特别是实施性程序 这个审计程序 我们注册快师 应当对于相关证据的持续相关性 执行工作 你可以把两个点都答着 对不对 首先第一个你先说 对于所有重大的交易账户 预和披露 应当执行实施性程序 如你利用以前年度的工作 应当对于相关审计证据的持续相关性 进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这不就全了吗 对吧 第五个小题 说为测试我们银行账户交易入账的真实性 这个地方说的是真实性的问题 我们的A注册快师 在验证银行对账单的支持性之后 就获取了相关的银行对账单 从我们的日记账 选取了样本 是从记录里面选取了样本 然后与银行对账单 与这个证据 进行了一个核对 并检查了知识性文件 结果满意 对还是不对 这个地方是为了验证入账的真实性 不是文件的真实性 我刚才说的那个是对账单的真实性 那叫真准丸 但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 说的01的问题 对不对 说的是发声 没问题吧 人家从记录里面 比如日记账里面有实笔 这实笔对应的外面的 那个银行对账单上 是不是都有具体的证据做支撑 查的是什么 查的是真实的问题 所以这小题是恰当的 方向是对的 考你细节测试的方向呢 第六个小题 说以银行 在银行寻证函中去注明 接收人不能依靠函证中的信息 它影响了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以说 针对于这个限制性条款 影响了回函的可靠性 你不能说不影响 对吧 行吧 那咱们休息十分钟 我大气一点 你们老说我休息五分钟时间短 咱们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咱们来讲审计抽样 好吗 咱们休息一会儿 咱们休息一会儿